大家好 我是张建德 我想 今天再聊一个话题 有点邪恶的话题 就说 在 有这么一个说法啊 就是 我是在中国大陆嘛 就说 在中国大陆有这么一个笑话 有一点点内涵的笑话 他说 在 以前小的时候不懂事恨国民党 等到长大了 他们更恨国民党 这些无能费把政权丢掉了 这样 但是我今天想说一个国民党相关的一个话题 就是说 是这样子啊 就是说 那些法轮功 或者说次法轮功的官选团 在大选的时候 有很多人嘛 史嘉是个人 对吧 去台湾官选 他们违法了 就是说他们也没有工作签证 但是去上这个电视节目 我们知道说王志安 他上了一个YouTube这种频道 不是电视节目 但是被从众处罚 从众从坏 5年 不能再入境 对吧 那同样的 说这些 就是说法轮功的官选团 或者说是那些民进党邀请的那些人 关键是这个民进党邀请的这些人 他们去官选 在台湾去官选 这些人也是没有 工作签证的 国力也是这样的 那现在是说他们所在的地方都是台北市 台北市蒋万安做市长 就是说这是属于市政的行动权力 这是属于行动权力 就看国民党能不能抓住这个机会 把这些官选团的这些人 从重从快 跟王志安同样的标准把他们处理了 这个原因是什么 不是为王志安报仇啊 因为王志安的观点 他也并不偏向于国民党 就说你不是为了给他报仇 是为什么 这些官选团都是民进党邀请的 很显然他们是亲民进党的 对吧 在台湾的那么多的 法轮功的成员 他们可能会被这些官选团的这些人影响 去投这个 绿 投这个民进党 对不对 反正说这些选票也不是你国民党的 你就趁着这机会把这些法轮功的这些 媒体把他们全部干掉 这个 比方说我这个想法很邪恶 就是说我觉得说你政党之间的斗争 国民党派 温 温良 公俭让了 就是好像啊 就是没有这种狼性 政党之间的攻防 你在这 他有30到50万 30到60万的法轮功的信众 那你 这一些人可能 受这个官选台的这些伦美啊 就是法轮功媒体的这些影响 他可能会 冲向于投这个绿营 假如说是这是事实的话 那你得罪了还无所谓 反正那票本来不是你的 这时候你就秉公执法就行了 对不对 这一下子 就是把把这些法轮功的这个媒体 你就让他距离台湾之外 多长时间呢 也是5年 下一次2028的总统大选的时候 对不对 不管是蒋万安去 选总统 还是说是卢绣燃选总统 在这个上面来说 你肯定是得分嘛 你打击了这个民进党 但是你自己 可能受的影响会比较小 对吧 但是王志然对你们来说 可能没有太多的意义 因为王志然 我感觉他的媒体报道 就是说他处于一种中立的 还没有冲向的这样的一个 或者像何龙杰一向上问他 说你觉得C好一点 他说柯文哲 那你 感觉王志然也不是你的人 不是你争取的 你可能应该争取对王志然的影响力 因为他在台湾也有不少的观众 但是这跟王志然没有关系 就是说你把你的对手的支持者 对他进行削弱 当然这个做法有点损 就是我不知道是国民党这种 因为有很多评价 说国民党在这种议会 在立法院 就是一群窩囊肺 就是说没有这种战斗能力 你抓住这个机会 你再跟绿营对抗 斗争对吧 就说什么游锡坤等等之类的 他们邀请了这些法轮功的媒体 去台湾 那你看说这个邀请的这个过程 是不是算是合法的 你都逐渐审视他们 对吧 你看他哪个地方不合法 你就处罢他 这没有问题 对不对 抓住一起的机会 你去削弱你的金融对手 无能被国民党 抓住机会 干你吧 好 好